行骑者有的是平病交加失去了劳动能力 有的呢则是年老体衰孤苦无依 不得已要靠人施舍来生活 但是近些年来这个群体当中 的确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职业乞丐 他们并不是为生活所迫去祈祷 而是好吃懒做 靠骗取别人的同情心来满足自己的生活 因此呢我们面对乞丐的时候 常常也很纠结 出手相助吧怕被骗 冷漠对待吧 又怕漏失了真正对弱势者的帮助 9月15号江西南昌的一个小镇 举行了一次庙会 这庙会的管理者呢 对待乞丐的态度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啊 图片上这些乞丐全都被用铁栏杆给围住了 即使是施舍 也只能把手从这栏杆缝隙里伸进去 这里头呢还有一些是老人 妇女和孩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庙会期间来自四面八方的乡客特别多 因此呢刑企的人也特别多 为了防止外来乡客被一些不法刑企者所欺骗 庙会的工作人员就在门口建了这么个铁栏杆 将刑企者全部围在里头 还安排了工作人员来给这些人送水送饭 很多乡客表示挺理解这种做法的 于是呢还换了大量的零钱 专门施舍给这些刑企者 但是理解归理解啊 很多人看到这样的铁栏杆 看到栏杆里头被围起来的这些乞讨者 还是觉得很痛心 毕竟乞丐也是人 这样的做法实在是有失妥当 事情发生之后呢 引来了很大的争议 网友们的说法各不相同 我们来看看其中一位网友小小葱 他说这是侵犯了人身自由 因为怕部分乞丐骗人 就一刀切地对待所有的弱势群体 这种行为太不应该了 另一位网友网名叫做木子李 是这样说的 说组织者啊也是没办法 既管饭发水 还做了遮阳棚 待遇也不差 而且尊严是自己给的 他们本可以选择不进去 去别处乞讨的 这个话说的我觉得也有事偏颇啊 这里面相当一部分可能是真正的乞丐 真的认识没办法 他也想要尊严 另一位网友夜行者黑 说如果真假乞丐不好鉴别 就只能靠制度法治了 乞丐持正上岗是个解决途径 一家之言啊